这是发生在河北石家庄,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个薄姜女孩背着书包,着急地走了过来,想坐车 她恳切地说,谢谢您了师傅,我只坐一站地儿 那一声谢谢,让本该去交车的朱师傅动了心 走到转弯处,女孩突然不好意思地说 师傅,我只有三块钱,所以坐半站地也可以 朱师傅从后视镜看到女孩通红的脸,没说话 这个城市的出租车起步价可是五元呀 开到最近的公交站台,朱师傅把车停了下来 女孩在关上车门时高兴地说,真是谢谢您了师傅 朱师傅看着她一蹶一拐地往前走,突然有些心酸 也就是从那个周末起,朱师傅每个周末都看到女孩等在学校门口 一次,两次,三次,渐渐地,朱师傅养成了习惯 周末交车前拉的最后一个人一定是四十钟的跛脚女孩 她竖起暂停载课的牌子,专心等在校门口 不过五分钟的路,女孩下车最后一句总是 谢谢您师傅,似乎专位等这句话 周末无论跑出多远,朱师傅也要开车过来 有时候哪怕误了交车被罚钱,她也一定要拉女孩一程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到了第二年的夏天 看着女孩拎着沉重的书包上车,朱师傅突然感到失落 她知道女孩考上了重点高中 这是女孩最后一次坐她的车 她坚持要送女孩回家 尽管送女孩回家,一定会错过交车时间 可,发点钱又有什么关系呢? 她想和女孩再多待一会儿 女孩家很远 半小时后,女孩拎着书包下来 朱师傅从车上捧出一个盒子送给女孩 女孩诧异地接过礼物 然后朝着朱师傅鞠了一躬说 谢谢您师傅 看着她一蹶一拐地走进楼里 朱师傅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一晃过了十年 这天,她正擦着车 去听到交通音乐台播出一则寻人启示 寻找十年前胜利出租车公司 车牌照为GAZ某某车牌的司机 朱师傅一听愣住了 有人在找她 拨通电话,她听到了一个年轻女孩的声音 女孩惊喜地问 是你吗,师傅 朱师傅的眼睛突然模糊了 十年了,那个女孩还记得她 再见到女孩时 朱师傅几乎认不出来 女孩站起身 朝朱师傅深深居了一躬 接着讲起了往事 十二年前 她父亲也是一名出租车司机 无论多忙 她周末都会开车接她回家 一家人回老家过年 为了多带些东西 父亲接了朋友的面包车 走到半路 不慎与一辆大货车相撞 面包车被撞得面目全非 父亲当场身亡 就是那次女孩的脚受了重伤 她很坚强 什么都能忍受 却唯独不能忍受别人的怜悯 所以她没有告诉任何人路上发生的事故 放学回家 当被同学问起 现在为什么坐公共汽车 她谎称 父亲出远门了 直到遇到了朱师傅 她看见那辆出租车停在路边 一动不动 就像父亲开车过来 等在学校门口 她只有三块钱坐公共汽车 可她全拿出来坐出租车 只坐一站地 然后花一个半小时徒步走回家去 虽然路很远 但她走得坦然 因为没有人在猜测 她失去了父亲 您一定不知道 您的出租车 就是我父亲生前开的那辆 车牌号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 女孩说着 眼里腾出了泪花 朱师傅鼻子一酸 差点掉下泪来 这块奖牌我一直带在身边 我不知道如果没有它 我会不会走到今天 还有 您退还我的车费 我一直都存着 有了这些钱 我觉得自己什么困难都能克服 虽然失去了父亲 但我依旧有一份父爱 说着 女孩从口袋里拿出一枚奖牌 挂在了身上 那是一块边缘已经发黑的金牌 奖牌的背面有一行小字 预祝你的人生也像这块金牌 这块金牌 就是十年前 朱师傅送给女孩的礼物 女孩挽着朱师傅的胳膊走到路边 看到女孩开车走远 朱师傅将车停在路边 让眼泪流了个够 那个现在 她才知道叫林美霞的跛脚女孩 和自己十年前因癌症去世的女儿 简直是一个母字印出来的 女儿生前 每个周末 朱师傅都去四十中接她 女儿上车前一句谢谢爸爸 和下车时的一句谢谢您老爸 让她感觉多少甜蜜和幸福 那块奖牌是女儿在奥林匹克竞赛中得到的金牌 曾是她的全部骄傲和希望 可女儿走得猝不及防 就在女孩坐上她车的那段时间 她觉得女儿又回到了自己身边 在回家的路上 朱师傅买了份报纸 一展开报纸 朱师傅就看到了跛脚女孩的照片 醒目的大标题是 林美霞最年轻的跨国公司副总裁 S式的骄傲 朱师傅边读报纸 边习惯性的从口袋里掏烟 突然 她的手触到了一个信封 里面装着厚厚的一大美金 朱师傅愣住了 她想不出林美霞何时把钱放在了自己的外套口袋 就是在她挽起自己胳膊的那个瞬间吗 美金中间还夹着一张纸条 师傅 这是爱的利息 请您务必收下 本金无价 永远都会存在我的心里 谢谢您 师傅